那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义父之名 今天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很久没聊这个话题了 但是今天可以来聊一聊 这个话题叫什么 这个话题叫自我破坏 自我破坏是什么意思 当你进入到情感行业的时候 你首先了解到一个大部分在情感行业的用户 最普遍的一个心态就叫自我破坏 所以当你了解了自我破坏 你其实对情感行业的用户的心理 你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 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不断的经历情感问题 为什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两性问题 或者生活问题 其实大部分都是源于他有自我破坏 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 所以说如果一个做情感行业的人 他连自我破坏这个东西 他都搞不清楚的话 那么他专业水平太低了 就是自我破坏是什么意思 我先来举个例子 就是你会不会做一件去干你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在马路上 你买了一瓶鼠A 然后你喝完这个鼠A 这个空瓶子 然后你就随地一丢 你会做这个事情吗 不会 你不会做 因为你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是不好的 对吧 你随地一丢 这个瓶子丢在地上 你会遇到交警罚款 罚你钱 或者是遇到别人说你素质很低 总之你做这个事情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们再举个更夸张的例子 你去餐厅吃完饭 然后你把盘子往地上一摔 把它摔碎 你会做这事情吗 你不会做 因为你做了这事情 你就会被人骂 对吧 这个餐厅里的老板服务员会过来 我揍你一顿 这种行为叫做有自我破坏倾向性的行为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刚才讲了 一个正常人 他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恰恰是许多人他会这么做 他可能不会在这些常识性的事情上 去做这些行为 但是他会在两性关系里 人际关系里 生活当中 他会去做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 为什么他会这么去做 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下意识反应 对 这是他们的下意识的一种反应 让他们不受控制的 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这种下意识反应呢 就源于他有一种 自己是受害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他就会去做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 这种心态 他有严重的 他有不严重的 他会根据不同的情景去触发 但总之呢 许多在情感行业里面遇到问题的人 他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先以最严重的这个心态来举例 我之前在抖音上直播的时候 抖音上的很多粉丝过来连迈 他说他有什么色恐 对吧 出去连跟别人目光直视都不敢 去超市跟收银员讲话都不敢 这个时候 他有一种严重的受害者心态 为什么他不敢 他不敢的原因在于 他认为整个世界对他都是有敌意的 他认为陌生人收银员对他都是有敌意的 他认为一个陌生人看他的一个眼神 是在对他平头论足 是在嘲笑他 那么这个事情符合现实吗 你回答我 他符合事实吗 符合现实实际情况吗 其实不符合 但是他可能内心就会这么写 对 这个事情他不符合现实 所以扭曲了现实 为什么会扭曲现实 因为他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 那么自我破坏是什么意思呢 当他有这种心态 当他扭曲了现实以后 他会把这种敌意投射在对方的身上 我举个例子 他在买东西的时候 这个收银员在结账 然后这个收银员撇了他一眼 然后低头继续数那个账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人他有受害者心态 他就会认为 你撇我一眼 是不是你看不起我 你瞧不起我 你觉得我这个人很傻 你看不起我 对不对 那么他就会扭曲现实 把他内在的这种敌意投射在这个收银员身上 认为这个收银员对他是有一种冒犯的 而他就会用这种内心投射 去产生自我破坏的行为 这个过程就叫自我破坏 所以这种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他回去咒骂这个收银员 靠他刚才瞧不起我 还有一种 他直接就是可能跟这个收银员吵起来了 你刚才看我一眼是什么意思 你瞧不起谁呢 你为什么要看我 这个行为就叫自我破坏 你为什么要看我 你看我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对吧 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 他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他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大脑里面扭曲了一个虚假的现实 扭曲了一个他以为的现实 同时他通过自我破坏这个行为 去验证他的这个扭曲的现实 所以说在一个正常人的眼里 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去餐厅 吃完饭以后 把这个碗一摔摔碎 或者一个人买一瓶水 喝完了以后随手一丢 我们会觉得这个行为是匪夷所思的 正常人不可能做出来的 但是在一个有受害者心态的人这里 他就会做出这样的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在他看来 他做这个行为 是防卫 对 在他看来是正常的 是自我保护 他不会认为奇怪 他会认为这个行为是很正常的 而他做了这个行为以后 他做了这个自我破坏的行为以后 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实 知道吗 事实是声音员对他没有敌意 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 别人真的对他有敌意了 真的对他有了敌意以后 就印证了他自己的想法 对 就印证了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就活在一个 所有人对他充满敌意的世界 他在这个世界里走不出来 所以有一句话叫 你认为世界是怎样的 就是怎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会把你内心当中对这个世界的投射投射在别人身上 别人怎么对待你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你期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那么他就会这样子去对待你 你认为别人对你有敌意 那别人就会对你产生敌意 但实际上这个符合事实吗 并不符合事实 是他把他扭曲的现实变成了事实 这就是自我破坏这个行为 这是非常非常有害的行为 在两性关系里的自我破坏 在人际关系里的自我破坏 都会让这个人生活过得不好 而他意识不到这是自己的原因 因为如果他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意识到他在扭曲现实的话 那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关键就是他意识不到 他反而会认为是外部环境造成的 但实际上是他自己影响了外部环境 来验证了他扭曲的那个现实 对吧 这就是一个自我破坏的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是前期 在我们情感领域或者一些学game的新手 对他最有毒 伤害他最深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样的一种行为 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的话 那么他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进步成长 不会有任何的突破 就只会局限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 不断的循环 他没办法走出这个怪圈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把它落地到那个实战的情景里面 一个学员他去搭讪 他跟那个女孩聊天 在我们有经验的教练在边上看来 这个学员他跟这个女孩正常的开始聊起来了 发展的不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继续跟这个女孩聊天聊下去 聊下去以后呢 如果他聊的好 那么这个女孩可能会对他有好感 那么他添加了这个女孩的联系方式以后 那么后续呢 他可能就会有一个第一次约会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学员他没有这种自我破坏倾向 他不会去扭曲现实的话 他要去推进两性关系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他跟女孩正常聊天聊下去 双方有初步的好感 OK留了联系方式 后面约时间出来见面 然后按照这个流程 继续往前推进就行了 但是呢 如果他有自我破坏的倾向 他有受害者心态 他扭曲了现实 那么事情就不会朝着一个顺利的角度去发展 要吧 可能那个女孩跟他聊天聊着很开心 在那哈哈哈哈笑 然后呢 他会扭曲现实 他会认为那个女孩跟他聊天 哈哈哈哈笑不是很开心的在笑 是在嘲笑他 然后他就会产生这种有敌意的投射 这个女的为什么嘲笑我 要吧 是不是因为他看不起我 我们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学员 他就是有很严重的这种自我破坏倾向 他本来跟这个女孩聊得好好的 我说 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 聊了一会儿 他又回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继续跟他聊 不是聊得挺好吗 然后这个学员他说 因为那个女孩刚才哈哈哈哈 他在嘲笑我 我说没有啊 那个女孩可能只是刚上来 比较尴尬的在那笑两声 对吧 或者他只是跟你聊天 开心的笑两声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哈哈是在嘲笑你呢 对吧 然后他们会很容易被一些 很小的点给触发到 就过于敏感 会触发到他 比如说女孩的一个眼神 撇了他一眼 他会觉得这个女孩是在鄙视我 在蔑视我 真的非常的夸张 就是有这样的学员 一个眼神 他会认为这个女孩在蔑视我 在冒犯我 这符合现实吗 这不符合现实啊 别人连认识你都不认识你啊 对吧 他蔑视你干嘛呀 你俩是陌生人 认识才不到一分钟 他干嘛蔑视你啊 但是他们就会这样去想 去扭曲现实 这样想 认为这个女的在蔑视我 我以前有个最夸张的一个学员是在社交软件上跟女的聊天 好像是探探啊 他跟女的聊天 然后他好像说你好可爱 然后那个女的发了两个字哈哈 然后他一下子急了 说这个女的发哈哈 他在嘲笑我 他说女的回他哈哈 他说这个女的在嘲笑我 他说这个女的看不起我了 怎么办 我要怎么让她看得起我 这有毛病了 这种疫情 所以为什么 大部分女人 他会说我希望遇到一个正常的男的 因为许多男的不正常 不正常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 对吧 他有受害者心态 然后由于受害者心态 他会扭曲现实 由于他会扭曲现实 所以他会做一些自我破坏的行为 然后女的就会满脸问号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他们很容易被触发 他们被触发的原因呢 我们后面来讲 首先啊 非常公正的讲 男人女人都有这种 心理倾向 女人有时候也会有 女人也会有自我破坏倾向 男人也会有自我破坏倾向 其实可能他们触发的点不一样 男性可能会因为一些点触发 女性也会因为一些点被触发 但是呢 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被触发 只要他们做了自我破坏的行为 那么原本一件好事 就会被他破坏成坏事 就这件事情原本可能不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他产生了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 他就会让这件好生生的事情被毁掉 然后他就会让这件事情变成不好的 所以一个人他所能够拥有的 所能够得到的 他所处的世界 跟他的一个心智水平是有关的 你知道吗 一个人他所处的世界 他能够拥有的东西 或者说他可以匹配的财富也好 两性关系也好 人生的幸福也好 是跟他的这个心智水平有关的 一个底层的人 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去跨越阶层的原因 我认为最关键的不是什么机遇问题 不是什么机会问题 说白了就是一个心智问题 不是机遇问题 机会问题 是一个心智问题 为什么是一个心智问题 因为在一个底层人扭曲的现实里面 机会摆在他面前 他也会自己把它破坏掉 你知道吗 他也会自己把它破坏掉 或者认为这不是一个机会 对他来说 因为他有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懂吗 底层人的安全感都是很低的 都是会有这种受害者心理 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害他 这不仅在两性关系当中 在人际关系当中 方方面面也是一样的 他们会互掐互害 互相攻击 对对方都充满着敌意 怀疑 所以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自我破坏掉 他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想害他 所有的人都想割他的韭菜 你知道吗 他会有这种心理 自我破坏的这种心理 这种倾向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把握住机会 当然我在这里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应该去无条件的相信某人 不是 而是你的判断得基于事实 而不是一个扭曲的现实 他得是基于事实的 基于事实的判断 那么他就不属于扭曲现实 你想一个有受害者心态的人 他连跟一个陌生女孩聊天 然后那女孩哈哈 他都可以认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你更别提他生活当中其他遇到的一些事情 他都会去把他投射成是坏的 都会投射成是不好的 然后用一种应激反应去自我破坏 把这些事情破坏掉 对吧 所以你想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 我的境遇好差 我身边没有遇到好事 不是他身边没有好事 是他这个人自己有问题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受害者这样的一个心理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在害他 哪怕是好的事情 在他看来也是在害他 所以他认为他身边没有好事 他认为自己的境遇有问题 但实际上不是 是他自己的内心有问题 有吗 那么跟一个有自我破坏的人相处 是很累的 不管在人际关系 还是在两性关系里 没有人愿意跟一个 有自我破坏倾向的人相处 因为这样的人他会非常的敏感 他会过度的敏感 你想一下我们学员 对吧 他有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他去搭讪一个女孩 正常跟别人聊天 那个女的哈哈在那里 他觉得 卧槽这个女的在嘲笑我 这种人是不是非常敏感 因为他有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非常敏感 对吧 因为一些原因 他的自尊心就受到伤害了 他要反击 或者他要自我保护 或者他需要别人去照顾 他的脆弱的自尊 那么这种人 你想不管是朋友 还是恋人 你都不希望这样的人 跟你发展朋友关系 或者恋人关系 如果你的心智水平比他高 你跟这样的人相处 对于你来讲是一种消耗 你跟一个朋友 我们讲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你们平时出去相处 对吧 你们平时出去一起玩吃饭 然后这种人 他一般是一个什么反应呢 你们可能没理他 比如说你们有两三个朋友 三四个朋友 其中一个朋友 他就是有这种自我破坏倾向的 正常朋友没有这么敏感 他没有这种倾向 结果呢 有一天 你们可能三个人在一起 稍微冷落一下他了 然后呢 他就产生这种自我破坏倾向了 对吧 你们只是可能没有及时的去跟他聊天 只是稍微的冷落了一会他 这个时候他就想 你们是不是不想跟我做朋友了 你们是不是在背后说了我很多很多坏话 说了我一大堆坏话 所以才会冷落我 但这个不符合事实 就是比如说你们三个朋友 在他看来冷落他的原因 只是说因为可能你们走得太快了 或者说那个时间太忙了 所以冷落了他 但是在这个有自我破坏倾向的人看来 你们是故意去冷落他的 对吧 你们做出这个行为之前 已经在背后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 对吧 他就会不断不断的去往这种很负面的地方去想 不断的去想 不断的去想 然后他不断的去想以后 然后他就会做出一些自我破坏的行为 那你想你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不会 如果你的心智水平跟他差不多 那你俩肯定会吵架吵起来自我破坏 那么如果你的心智水平比他高 那么对于你来讲是一种消耗 因为你需要去照顾这个人的情绪 你要不断的疏导他 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消耗 所以一般没有人去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那么放到两性关系里也是一样的 有自我破坏的男性 也有自我破坏的女性 对吧 自我破坏的男性 那非常常见 只要这个女的没有回这个男的消息 啪 这个男的就开始连着给你发 然后还给你写小作文 对吧 这就是一种自我破坏倾向啊 就是你可能没有给这个男的回消息 只是因为你工作忙 但是在他看来你好像已经出轨了 卧槽 然后你就会特别吓头 对不对 卧槽 你在那里自己给自己加这么多戏 我就是因为工作忙 然后你给我发了一大堆 然后还写一篇小作文 这叫什么 这就是自我破坏倾向 同样的一个男的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 也会觉得特别的吓头 对吧 也有这样自我破坏倾向的女人 就加一大堆戏 然后不断的就是跟这个男的吵架 那么这个事情 因为它是偏离事实的 它是扭曲现实的 所以自我破坏是在刚开始时候 去阻碍一个人得到结果 阻碍一个人成长 最严重的一种心理 因为这完全百分百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你想你遇到一个有自我破坏倾向的男人 你没有给他回消息 他给你发一大堆 又给你写小作文 你接下来会做什么 就是远离这个男的 因为这男的太可怕了 在你看来 他有这种自我破坏倾向 我操 那同样的一个男的遇到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也有自我破坏倾向 对吧 就发一大堆 或者说在大脑里面幻想 你是不是已经不爱他了 或者之类之类的 那么这个男的也会远离这个女的 这应该是相互的 不是相互的呀 就是没有人想要去靠近一个 有自我破坏倾向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歧视别人 而是因为这个人 他会自己破坏掉一个正常的友谊 正常的两性关系 或者一个正常的事情 他会自己把这个事情破坏掉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你跟一个人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好好的在那吃饭 然后另一个人 他就开始在饭桌上面 他开始摔盘子 他开始在那里又叫又跳 那你还能吃得了这个饭吗 你肯定就走了呀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阻止他做这个事情 因为在他的现实里面 他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是合理的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不这么做的话 自己就会受到伤害 这是他的一种应激反应 让他这么去做的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对吧 你这个时候只有OK 那我就走开来 我不跟你吃饭 对吧 我去边上安静的那一桌 或者我去找一个正常的人跟我一起吃饭 你这人不正常 知道吗 所以一个人他有自我破坏倾向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去跟他 继续的来往接触 他会自己亲手毁掉他 身边的友谊也好 情感也好 各种关系也好 他会自己把它毁掉 那么是什么 造成了他有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他会去扭曲现实呢 这个我们就要讲到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了 每个人被触发的原因是不同的 被触发的条件是不同的 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一些条件会被触发 我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有一个男人 他会被女人的一种眼神触发 他会认为那个眼神是在蔑视他 然后那个女的只瞥了他一眼 然后他会认为这个眼神是在蔑视他 那么他为什么会认为这个眼神是在蔑视他呢 可能是在他以前读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 他暗恋他们搬上一个搬花 然后呢在他同学的怂恿之下 他跟他的搬花表白 然后他付出了真心表白失败了 那个搬花非但没有同意 然后还瞥了他一眼 对吧 背后还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嘲笑了他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会让他留下了这种心理创伤 这种心理创伤就是一个人 他会被触发自我破坏的条件 就是因为他有创伤情节 创伤情节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是他内心当中这些心结 他没有解开的话 那么你的潜意识呢 为了让你不受到伤害 你在遇到相似情景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应急反应 大部分人啊 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到自己控制的 但其实并不是 许多时候你的行为是受你潜意识控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两性行业 许多的学员他会有自我破坏的倾向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求偶的过程当中受到的挫折实在太多了 他遇到过许多的挫折 遇到过许多的失败 遇到过许多表白 然后失败 谈恋爱 被劈腿 分手 各种各样的经历 这些不好的经历呢 给他留下了这种创伤情节 所以当他在继续跟女孩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触发 对吧 有句话就叫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藤麦 就是这个意思他就会因为一些很小的条件被触发 可能是女孩的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一个微笑 或者哈哈 他就会被触发 他就会联想到以前那些不好的经历 他就会认为眼前的这个女的也是在嘲笑他 也是在蔑视他 也是在不爽他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脑袋 不往那个方向去想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东西 你知道吧 因为如果他能够控制的话 他就不会去自我破坏 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脑袋 往那个不好的方向想的这个过程就叫扭曲现实吗 这因为他扭曲了现实 所以才会去自我破坏吗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 那么现在你明白了一个人为什么会自卑自卑的原因 你就知道了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自卑 就是因为他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呀 为什么自信的人往往能够成就成功 而自卑的人往往只能成就失败 是因为自卑的人他自己亲手毁掉了 他原本可以成功的这些道路 他自己毁掉了 你知道吗 自己把自己的路给毁了 而自信的人他可以更客观的去做判断 更客观的去做选择 或者说当自信的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头脑是不自主的往好的地方去想 而自卑的人是不自主的往坏的地方去想 然后去产生这种自我破坏的行为 但自信的人他不会 他不自主的往好的地方去想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行为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推进 但是自卑的人他的行为是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在推进 所以男人女人都有自我破坏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无解的事情 对吧 除非你自己通过这个自我提升 所以内核这个东西它是实际存在的 不是说扯淡的 你通过内核的成长你自己去克服这个形态 不然别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你自己内在的问题 像我遇到过很多女的 她也会有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对吧 她也会有 一旦有了这种倾向就会让人感觉非常吓头 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女的 她给我反复的讲 那个女的她是一个数学系的研究生 你知道吗 那这个女的你想她也不傻 数学都能读到研究生了 那还是蛮厉害的 她从认识我的第二次就反复的讲 反复的说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 说我感觉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你很优秀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 你肯定不是只喜欢我 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 她反复的讲这句话 反复的讲这句话 无时不刻就是在提这句话 你知道吗 反复的讲 后面跟她睡了以后 她还在讲 一直在讲这句话 她说 我觉得你还有更好的选择 睡了以后还在讲这话 那么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知道吗 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她这就是一种自我破坏 她自我破坏什么呢 她会认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她这么认为我的时候 我所有的行为 都会去验证她的这个想法 我非常公正的说 就是可能她的这个判断 从某一些方面是有合理性的 但是当她有这种 自我破坏倾向的时候 她会去放大我的行为 什么意思呢 因为她认为 她不是我最好的选择 她认为我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对吧 她反复的讲这个话 她认为我就不是最喜欢她 她一直去这么想 一直去这么想 那么我但凡任何细小的行为 她都会去放大 比如说有时候 我没有及时的回她的微信 她就会放大 你是不是在外面 更好的选择 在一起鬼混 她就会放大 对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可能跟她一起睡觉 然后我很累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我没有回应 好这个女的 这时候她就会放大 她说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其他人了 所以你对我开始敷衍了 她就会放大 对吧 这就是一种自我破坏倾向 她就会去莫名其妙的 拿你一些行为去放大 来验证她的这个想法 她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就有更好的选择 你最喜欢的就不是我 对吧 她会拿你所有的行为去放大 那么你想在这个时候 你跟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是不是很累 很累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累的原因是 有句话叫什么 如果真的有鬼 那这个事情好解决 但是心里面有鬼 那就很难解决了 你知道吗 一个有自我破坏倾向的人 他心里面有鬼了已经 现实当中的鬼好抓 心里的鬼很难抓 他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鬼以后 你怎么抓都抓不掉 那你咋办呢 对吧 因为他看到的事情都会 往他想象的这个方向去扭曲 那你怎么办呢 你没办法呀 你没法解决啊 你只能对吧 跟他分手 下一个 对不对 那还能怎么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关于自我破坏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触发原因好像还没有说完 触发原因就是 只有一个心理创伤的情节 对啊 心理创伤 原因都不太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呀 所以一个人 他自我破坏的触发条件是不同的 一定是可能是因为 他以前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会导致了 他这样的一种自我破坏的倾向 有去现实的情 我举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哈 我以前就有在人多的地方就会被触发 或者在一个人比较多的环境 或者在一个这种演讲的环境就会被触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在上初中的时候吧 应该是初一初二的时候 就经历过这种创伤性事件 那个事件是什么呢 是我初三的那年转学 学校为了升学率吗 转学知道吗 老师找家长谈话 然后谈好了 说让我初三转学 为了他们学校的升学率 那么转学这个事情 本身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吗 说实话 因为你转到一个新的学校 然后你跟原先的同学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吗 然后呢 我们那个班的那个班主任啊 就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一个一个女人啊 年纪又老又坏又丑 这女的啊 这班主任长得像一个巫婆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他当时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说白了就是当众羞辱我 你知道吗 我那天在我们原先那个学校最后一天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啊 今天我们这个同学他要转学了 对吧 他说让他上来说两句吧 看看他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讲 对吧 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了 你转学就是因为你学习不好 你才转学 他还要故意让我上台讲话 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经历这个情景呢 就非常的记忆犹新 我上了台以后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直接我就愣住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是那个空气是凝固的 对吧 我上了台以后 心里面很复杂 要说什么呢 对吧 这不就是在羞辱你吗 这班主任就是在羞辱你 说你自己很傻逼 所以转学了 说你自己学习很差 所以转学了 对吧 你想做一个初中生嘛 初中生那个时候 可能还不会讲一些 客套的话 官话 那你说啥呢 对吧 一下子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下面所有的人看着你 所有的同学 就是眼睛望着你 然后一句话说不出来 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这样非常尴尬的 空气像凝固一样的 过了几分钟 最后就这样收场了 怎么收场的 好像班主任说 他说行 那让我们欢送 什么某某某同学 就收场了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造成 是有心理创伤的 然后后面 我就会在这种 类似的情景下 就会被触发 人多的时候就会 这种触发 它可能最直观的是 生理反应 在生理上会被触发 因为在以前 读初中的时候 在那个场景里 对吗 很尴尬 然后你会胸闷 你会冒冷汗 然后你的腿 身体会打颤 它是有生理反应的 那在类似的 这种情景里 也会被触发 比如说在人很多的地方 很多人注视着你的时候 对吧 就是跟以前经历 这个创伤条件相符的时候 就会被触发 人很多 第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许多人看着你 对吧 或者在一个 人很多注视着你的 这种情景里 你就会被触发 会不舒适 别人的这种目光 会给你带来压力 对吧 然后你就会冒汗 胸闷 就会开始焦虑 你就会开始触发 然后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这些人看着我是不是 看着我的样子 我很可笑 我被羞辱 对吧 就想到以前的那个情景 我看着下面所有的同学 看着我 是不是感觉 就是我很好笑 就是个笑话 小丑 被羞辱 那一样的 所以当然每个人 他的经历 这个创伤性事件 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会因为 这个不同的事件 类似的条件 就会在他后面的经历里 被触发 会因为不同的一些条件 被触发 如果他不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只要相符合的条件出现了 他就会被触发 会被反复的触发 知道吧 这就是一个人 他就会形成这种自卑 他没有办法做到自信 所以他的内核不行 就是这个原因 懂吗 有啥要补充呢 好像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那因为这个篇幅关系 我们今天讲 这个自我破坏 有据现实 这种倾向是怎么产生的 但是我们肯定有兄弟说了 那怎么解决呢 对吧 因为篇幅关系 怎么解决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具体讨论 我们放到后面 有机会再跟大家讨论 肯定是有解决方法的 对吧 因为如果没有解决方法的话 那么你想 柯老师 我是怎么解决自己的 这个问题 首先我自己解决了 这个问题以后 我才可以帮助别人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帮助学员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解决他的这种受害者形态 以及扭曲现实 有自我破坏这个倾向 首先我自己 就是个成功案例 我自己通过一些方法 把我的问题解决掉了 你看到我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我解决了我曾经的心结 但是大部分人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 因为他毕竟不是专业的 他连这个原理都不清楚 你想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更没有方法 他可能知道了原理 他更没有方法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他只会不断的 在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 负面的循环里面 一直一直走不出来 一直一直去破坏他自己 非常的惨 这样的人 非常的惨 对吧 事实有一点可怜 事实就是这样 大部分底层的人 都是这样的一种处境 就是不断的自我破坏 如果他不认识柯老师的话 他完全没有这个走出来的希望 好吧 那么兄弟们 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相关的经历 打在本期视频的下方 给兄弟们作为一个参考 对吗 你以前经历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后面又是怎么走出来的 对吗 或者柯老师是怎么帮助到了你 能够让你走出来 你可以把你的经历打在下方 我们互相探讨 互相借鉴 后面有机会 下一期给大家讲 关于如何走出这种 会扭曲现实 会自我破坏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 这种受害者的这种心理 那就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兄弟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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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